各位嘉賓大家好 今天很榮幸可以在這邊跟各位解說 在介紹機器之前我先跟各位簡單介紹一下 我們的機器一共有四種套標方式 首先這一種是全身套標 然後半身套標 冒眼套標 以及全身加冒眼的一個套標 無論您是想要哪一種套標方式 那我們的機台上是都可以做得到的 那我們再進入到我們機器的介紹 那在我身後這一套是機型LF100的機器 那大家可以看到它機身是非常輕巧的 但是我們以標長100mm來算的話 它一分鐘是可以達到200平的一個產能 那今天介紹的會主要分成四個部分 製料區、送料區、刀盤區跟套路區的部分 那我們先看就是製料區的部分 那我們製料區我這邊再跟各位簡單複習一下 我們的磨料剛在前面我們材料區的時候 我們有講到我們磨料的材質有PET、OPS跟PVC 我們本身有提供三種的印刷技術 凹版印刷、柔版印刷跟數位印刷 來供各位做選擇喔 好,緊接著我們再來看到我們送料區的部分 那大家可以看到中間有一個中心導柱 那這個中心導柱呢 它會做的跟你的產品的融洽只有一點點 也就是說今天如果我有五支不同的產品 那我可能就會有五支不同的砲筒 我們可以再看到我們這邊有四個加持點 那這四個加持點呢是在穩定就是我們磨料的送料 那我們再接著往下看是我們刀盤區的部分 那我們刀盤區呢是採用快拆式的一個刀盤 那這個刀盤其實不論你是在更換或者是安裝的時候都非常的容易 今天如果我是要把它就是取下更換其他尺寸的刀盤的話呢 我只需要就是將前面兩顆螺絲鬆掉以後 然後把皮帶鬆掉就可以很輕易的把它取出來 那相對的我今天如果想要做安裝的話 我只需要將我的刀盤呢沿著軌道推入以後 然後呢再把它勾上皮帶然後鎖上前面兩顆螺絲 這樣子呢就可以完成我們的更換的動作 好那下面呢是我們套標區的部分 好那我們再往這邊看有一個人機介面 那這個人機介面呢它可以就是先把我們的參數值預設進去 那假設說我今天在做A產品的時候 我把參數值輸入進去以後呢 下一次我要做的時候我就可以直接從記憶模組裡面把它叫出來 就不用再去重新的去輸入它的參數值 好那我們這個人機介面呢它配有中英文雙的語氣 那如果說今天可能我們在現場的作業人員 有來自各國不同國家的作業人員 您在下單的時候呢都可以跟我們講 那我們呢也可以就是一併的去輸入您需要的語言 來方便我們就是作業人員使用上的一個方便性 好那講到這邊我先請我們的小幫手呢 幫我示範一下這台機器的操作方式 好那大家可以看到 我的產品進到我套標區的時候呢 我這邊製料區就會開始動作 然後我的磨料呢會經過我的中心導柱 也就是泡桶的部分呢 它將磨料撐開 然後這四個恰尺點呢會穩定它的送料到下面套標區的部分 好那以上呢是針對這一套機型呢簡單做的一個介紹 嘅 換句村心